幾百名移民週四再次企圖進入法國加萊港的歐洲隧道的終端 企圖從歐洲大陸偷渡去英國 在週四,一群移民在隧道入口不遠的地方聚集 在週三清晨,至少有一名移民被一輛貨車撞死 那輛貨車從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加萊駛往英國 負責管理法國和英國之間隧道的歐洲隧道公司表示 從今年初以來,該公司已經阻截了三萬七千多名企圖 從歐洲大陸偷渡去英國的非法移民 英國首相卡姆倫拒絕了歐洲國家領袖 以他們試圖逼勢英國按配額去接收渡過地中海尋求更好生活的難民